目前,我们的中国女排正在宁波北伦积极备战将要在9月底开打的女排世锦赛 希望能够在这一届的世锦赛当中,完成复仇,拿到一个更好的成绩 但是值得我们球迷关注的是,在最近,国家体育总局官宣了中国女排的最新消息 而这个消息,似乎能够关系到中国女排的重大人事变动 对于中国女排的未来的发展,可以说是迎来了重要的时刻 我们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到,国家体育总局在自己的官网当中宣布了这个消息 原中国排球运动管理中心的主任李全强,因为到了退休的年龄,最终选择了退休 一样天年,但是在接下来,李全强的这个重要位置,就变得完全空缺了 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的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是负责中女排以及中国男排相关的人事变动 这其中又包括了所有重要工作的安排岗位 这个位置,关乎到中国排球的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位置出现空缺以后 对于未来中国女排的发展变动,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消息也是引起了很多球迷的关注 这个重要的位置,以后可能会由谁来接人 带领中国女排继续向前发展呢 这个问题,也是令热爱排球的球迷十分疑惑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考虑到还没有最终官宣人事任命 所以笔者并不清楚将会是谁来接替李全强 但是从目前来看,有一位人选 在接下来,有望能够代替李全强 上任这个重要的位置 这个人就是中国女排的助理教练 也曾经侍郎平执教时期的得力助手 现任牌管中心副主任的赖亚文 其实赖亚文在之前就已经慢慢地淡出了 中国女排教练组相关的岗位工作 目前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牌鞋的相关工作当中了 按照赖亚文现在所处的岗位 接下来是完全由希望能够接班李全强 继续管理排球运动的相关工作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为什么笔者会这么说呢?原因很简单 本来赖亚文就与郎平的关系非常好 都是黄金一代打下来的球员 赖亚文对于中国女排的感情 相信比起很多人都要深厚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 赖亚文一旦能够上任这个重要的核心位置 有些球迷甚至做了大胆的猜想 不排除未来 赖亚文可能会再度携手郎平帮助中国女排国家队重回巅峰 这样一来,对于许多的球迷来说 无疑是盼望到了历史性的时刻 也盼到了中国女排将会有更好的去向和发展 赖亚文和郎平是中国女排当中两位传奇人物 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 为中国女排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相比于郎平的海外执教经历 赖亚文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女排 从1989年至今,赖亚文从国家队的一名球员 成长为了中国女排的助理教练 可谓是见证了中国女排的风风雨雨 一步一步地带领中国女排走向了辉煌 关注中国女排的球迷应该都知道 蔡斌在之前曾经短暂地执教过中国女排 因为成绩不佳导致蔡斌下课 到了现在,蔡斌再次成为中国女排的主教练 可以说蔡斌渴望证明自己 与此同时,现在的中国女排正处在低谷期 很多球迷希望看到中国女排尽快站起来 因为蔡斌和球迷都非常重视战绩 而事实证明,郎平与赖亚文的搭档 是中国女排辉煌时期最重要的元素 从1999年开始,赖亚文先后扶持了胡靖 陈忠和、蔡斌、于绝敏、郎平五位主教练 所以赖亚文也被称为五代元老 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这一切只能说是球迷的猜想 结合实际情况 我们也不清楚赖亚文是否能够真的接替李全强的班 上任这个重要的位置 即便是赖亚文真的能够上任这个重要的位置 未来郎平是否要回归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毕竟现在的郎平年龄确实大了 已经到了安享晚年 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了 退役之后,希望能够与女儿和外孙女有更多的快乐时刻 大概率来说,郎平是不会回归中国女排的 当然,最终赖亚文如果能够有希望上升到这样位置的话 最终对于中国女排的发展 无疑就是最好的 让赖亚文这样专业的人选上任这个岗位 管理中国女排的相关工作 相信以后的中国女排 一切都能够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如此一来 赖亚文也能够在李全强老先生的基础之下 继续推动中国女排向着更好的未来发展 继续延续中国女排的精神 能够在未来取得更高的成就 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